今天我们来介绍自制绿豆糕的做法 天气炎热做了这款零失败的绿豆糕 非常的销熟美食 无添加吃起来放心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买的这种去皮绿豆非常省事 清水进过绿豆放冰箱冷藏一碗 控干水分放到盘子里 锅内烧开水 绿豆放锅里中火蒸60分钟 蒸好的绿豆取出放碗里 用勺子碾压成泥状 锅内放黄油融化 放入绿豆泥小火不断翻炒搅拌均匀 加入麦芽糖 小火翻炒搅拌均匀 加入糖小火搅拌均匀 搅拌好就可以关火了 把绿豆泥过筛 这样口感会更细腻 过筛好的绿豆沙 填入模具中 放在面板上压实 扣出来一个可爱的绿豆糕就做好了 做好后 盖上保鲜膜放冰箱冷藏 慢慢吃 可以冷藏四到五天 自己做的绿豆糕 吃起来放心 当早餐下午茶都挺好 技巧 糖的话可以选择木糖醇 零脂肪带糖 吃起来无负担更健康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